很多东西对写作有热忱,我是知道的,但我还是建议想写作的人啊,先协会口才和言讲 如果你的口才很好的话呢,你的写作正常是不成问题的 协会在生活中说服你的朋友,说服你的恋人,说服你的亲人朋友 你能够用语言,能够用口头语言准确的表达你的思考方式的话呢 那么呢,你写作是不够成问题的 我觉得很多人有根据区认为写作是完全书面,是思考之后用笔写出来言 实际上不是,只要口才很好的话,正常书面表达也不会成为问题的 只要你能完美的处理好你生活中的人际交际问题 用你的口才处理好这些问题,那么呢,你写作也不会有任何问题